西欧大橋的師傅說這個狗在這邊已經有好幾天了 應該是6月1號 看到那個它的主人然後從腳上跳下去了 應該是跟著主人一起到的大橋 然後我們找那個大橋的那個警察 我們看一下當初究竟是有什麼情況 因為那個攝像頭雖然就是有點黑 然後看的也不是很清楚 但是那個人跳橋的那個人反正很果斷 就是跳下去的時候沒有任何的顧慮就直接跳下去了 昨天晚上然後有一個人 那個人他也是一個好心 他就把那個狗看到了以後 他就把他抱著 然後到那個龜山的那個電視塔底下 然後放到車子裡面 把車子離開那個狗就從車上跳下去跑了 然後我們昨天晚上知道這個事情了以後 我們當時在車裡面就傷了 就今天一大早就去了那邊 看能不能在他 跑掉的那個地方能不能找到他 但是我們今天找了一三五分找到 就是說如果在那個附近的居民 如果看到這個狗的話 可以跟我們取得聯繫 然後我們還是希望給那個狗 重新能找一個主人 因為畢竟像這種中拳的話 我們覺得在外面流浪的話太可憐了 作詞・作曲・編曲 李宗 wed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